6000棵樹要怎麼種 我們在我們的苗圃呢 苗圃在動力維修中心 我們的倉庫在這邊 苗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第一年的試驗區在這一塊 然後呢 第二年呢 我們在西一廁所 西一廁所 這是西二廁所 然後呢 西一廁所這邊這一塊 然後呢 我們還有到南側志紅池 南側志紅池這一塊 有沒有 然後還有第五 沒有 南側志紅池 下來這一塊 南側志紅池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第一年在這個地方 然後第二年這邊還有南側志紅池這邊 這一塊 然後呢 還有第五彎道 然後 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要補值的是第三彎道 第三彎道 所以呢 這邊H呢 是外側到SOS這邊 然後呢 那個I的話是內側這個地方 是下午的 然後我們今天大概值50顆 所以呢 我們現在目前在 種的部分 就是先從 為什麼要先從步道旁邊開始種 因為比較方便做照顧 跟 跟那個 維護 然後呢 我們把步道 然後以及 以及那個 六米道啦 行道樹啦 然後先從 我們這前面 前面兩年 我們原則上先捕植步道旁邊 然後 因為你去照顧它 它比較容易成功長大 然後長大之後呢 我們看到我們後面 後面那些樹林裡面有沒有 原則上在裡面呢 它是不割草的 跟這裡面也是都不割草的 所以呢 我們希望說 透過 步道的這些樹呢 長大起來之後 它種子易散進去之後 讓它自己長 這是 這是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呢 第二階段 按照我們現在在步道補植的話 這邊也是一千顆的話 就兩千了 那我們 這個地方還沒有中 這個地方還沒有中 所以光步道補植的這個部分的話 保守估計啦 至少就是要五千顆了 那剩下一千顆呢 可能零零星星的 我們在 進到樹林裡面的一個空隙去補植 所以這個地方 原則上我們就是希望說 它能夠 用 讓它能夠恢復它相當的生態的功能 然後先從步道 步道補植 然後明年也是一樣 沿著步道補植 然後步道補植完之後 然後這邊呢 這邊是遊客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 沿著遊客比較多的地方 這個叫行道樹 跟具有景觀的這些樹 我們上次在這邊種 天料木還有豆梨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在長月堂道下來這一段 會種大頭塔 還有野梨 還有墨點櫻桃 會在這一段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 東側這一段都還沒有中 那 東側這一段呢 它可能就是 到 到第二年或第三年開始 然後我們再進行 那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好看 好看 好看